女子坐在摩托車上等待朋友 不料頭部遭到攻擊 強大的力道讓她向前傾倒 急忙用手捂住傷口 卻眼睜睜看著范嫌落荒而逃 時間往前到幾分鐘 原來范嫌齊全機車 就已經拿出預備犯案的鎖頭 看準目標後用力的砸了下去 害得這名無辜女子差點破相 原本美麗的臉龐 左下方多了長長已到傷口 明顯縫了八針 讓人看了觸目驚心 就連摩托車上也留下大量血跡 但被害人完全不認識對方 卻無辜遭到攻擊 一個人的話會滿可怕的 尤其是聽到這種事情以後 有點無緣無故就 又不是說有劫醜之類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說會不會有事有劫醜吧 誇張攻擊事件發生在這個月 1號晚間10點多新竹中正路上 這名犯嫌年約20到30歲 身材高瘦似乎有備而來 全身包得緊緊的 拿出獄藏的鎖頭 快速攻擊完路人 騎乘摩托車逃離現場 到一名男騎士從後方 拿汽車大鎖砸傷 那目前我們已經掌握 嫌疑人的身份及行蹤 現在正全力最最集中 雖然警方已經掌握特定翻險 但這樣的攻擊事件 難免讓人人心惶惶 所幸女子命大 當時戴著安全帽 否則這麼大力砸下去 可能小命不保 記者和孟前王千玲 新竹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中文字幕——YK